我們看這段影片 會覺得說 我們台灣的願望 就是在看我們這個地方 我相信你如果有各種人 我們台灣的確有願望 因為幾個年前 一個便宜長 不知道要說他是寫 我都叫他 現在是北副總統 他說 他說在二月二月那天 我們要不記得歷史上的 一個渡沙 我們這個空氣要把它補貼 就把它忘記 不記得和不記得 我說 當你早餐在渡沙的時候 你都用那種康刑占卜 要叫我們不記得 那實在是不可能 但是他在每天 二月二月 每一次那天休息 我相信就是都做成 古鐵買無車票 火車開車 古塑公路開車 大家就是在那裡出場 都沒有去想說 那個日 好平的紀念日 是用多少人的生命 去換回來 嚴重 但是 當他又說 我們要不記得這個空氣 我相信這句話 他如果去到猶太人 當中去那裡跟他說 說猶太人 當你當初的時候 火鍋拿 這樣給你抬的時候 你怎麼忘記傷痛 我相信他可能不能回來 會去證實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是要給我們各證 說 可是有台灣人 我們 如果有那個時候 有人這樣用餵 有錢 給我們買回來 他都還要四千名 有太人 平均算起來 一個人要一萬 我們如果算起來 我如果有四千萬 我這樣買 我可以跟你說 輕盈的答案 我絕對沒有 想起我買一半 想起我說 不然我拿一千萬出來買就好 但是這個人 他願意將所有的錢 財產 都要去買 這些猶太人的生命 一條一條這樣買回來 如果他買到的 都沒有事實 這就是在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的台灣人 我們心裡的價位 要有一個目標 要知道 我們就要向上 去為了別人來玩 所以當這個心得樂 他跟羅尾 他的議員 裡面 他寫到一句 他說 這句話 在第三端 他用這句話來說 他說 他說 那很漂亮的戰術 我已經打過了 改造的路 我已經造金了 所信的金利 我也已經收到了 對他開始有公義 這是公義 公義的冠冕 冠冕 就是那個皇冠 為我尊重 他用這句話來廟寫 他在他的一生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一生是很漂亮 他說 我一生 他打的戰術 我都打了 很漂亮的戰術 我都打了 他走的路 他都收到 他走的路 他都走進了 他收的金利 也收到 所以在這裡 我們不用抓到 我們民政府 所謂的動心 我們要收的 收的 所收的金利 我們要把它收掉 這個戰術 我們要不打了 但是我相信 我們會打贏 我們這個戰術 一定會打贏 當我們有一次 看到這裡的過期 我們會知道 好家在的 我們台灣人 還有人各種 希望 我們在這裡在民政府 所謂的動心 我們大家 互相便利 來加油 好 今天最好 我們來這裡 結束 謝謝